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油画公开课的课堂 欢迎大家 今天的课呢是排到了下午 因为今天我们晚上课比较多 今天晚上有开学典礼 然后果画呀还有素描啊 反正都好像还有YP课 晚上就排不开 所以今天难得把油画哥排到了下午 你们晚上也可以去看看开学典礼 为什么要去看一下呢 因为开学典礼我们老师会出镜啊 很多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会给大家来打招呼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我们后面陆续进来的同学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画一团火 为什么要画火呢 因为大冬天了 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 你们现在所在的地区是北方的敲一 是南方的话敲二 我们幼化教育是在湖南的长沙 省会城市 长沙是一个比较娱乐 娱乐的东西比较多的城市 就很多玩的呀吃的呀 但是一般这种景色性的东西就少一点 就景色看景 除了一个橘子周头月路山 我感觉长沙好像是这种地标性的东西相对少一点 不像好像就有这么漂亮的西湖呀 是吧 但是长沙的娱乐还是做的蛮不错的 所以很多这种娱乐的娱乐的这种投资都会来长沙 那么我就是赶在年末哈 就是年末马上要过年了 想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一团火过大年 对健穷我们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啦 我们俩想到一起了 像是北方的同学呢 你们现在都是有暖气哈 以前是不是也是会烧火 会烤火 然后会有那种炕 我们南方啊 像是我老家在一阳 那我们每年冬天都会烤火 真的会生一盆这样子的财木火哈 然后会边烤火呀 边唠唠嗑啊 磕磕瓜子呀 然后就问一下 今年你挣了多少钱呀 有女朋友没有啊 有男朋友没有啊 什么时候结婚啊 考试成绩是第几名啊 是不是讨厌的亲戚都来了 那我们这开玩笑 那我每年冬天的话 我们都是会生这样的火的 虽然说现在不提倡大家就是烧彩火啊 因为确实不环保 但是我感觉从小到大 感觉过年不烧一盆火 烤着磕磕瓜子啊 吃吃花生 就感觉就没有年味了啊 那我老家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红红火火的一盆火 采迁画可以安排个 红红火火的小老虎吗 这边我们到时候跟咱们采迁老师商量商量好不好 能安排就尽量安排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小老虎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写实的题材 嗯 站的时间太长了 我估计今年过年前都画不完 长沙去过一字 对菊子粥头 菊子粥是我们毛主席嘛 毛爷爷写过菊子粥头 好 那我今天画油画的红红火火呢 那油画会画的稍微快一点 所以我今天 今天在课前的半个小时 我就要花这么多时间 给大家详详细细的介绍一下 作为一个零基础 小白入门 画油画 你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准备什么对的材料 主要是要准备对的材料 很多人他对这个油画工具不了解 他就老是容易买到一些 不是很适合小白入门的材料 所以这边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话就给我一个一吧 那我就开始正式进行讲解了 我们今天上课的素材图 你关注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在公众号里面回复 油画素材图 好 我们所有画画的这种图片 都叫做素材图 这很好记 回复这五个字 就可以拿到今天的两张高清图片 因为我们油画是偏向于 创作型的作品 有的时候找素材 它不是那么完美 那我就会结合两张素材 甚至三张四张素材 把它拼凑到一起 完成一张很棒的画 但是今天 今天我就准备了两个素材 第一个是一个素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也是准备了两个素材 为什么准备两个呢 我给你们放大看一下 因为我们画画是 要讲究画面尽可能的完整完美 对吧 有的时候照片 它是达不到那么完美的效果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 用我们的主观审美 把它解决一下 那这第一张图片呢 它的天空呢 树啊 我觉得是很丰富 很漂亮 可是它的这个彩火不好看 它的这个彩火的形状呀 包括色调呀 包括这种木头 太琐碎了 就显得不大气 所以我就在找了一张这样子 另外的篝火的图 那你们看一下 配上这个篝火的话 是不是感觉这种火焰 熊熊燃烧的感觉 它就更美一些 有这种感觉不 大家有这种感觉不 是吧 烤柴火 烤玉米 我们一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小的时候 吃烤红薯里面会加猪油吗 我之前我们办公室的同事 就很很诧异 就觉得 红薯里面加猪油是个什么味道 但是我们从小吃烤红薯 就里面会加猪油 会瓦一勺猪油 放到烤红薯里面 特别的香 但是有特别的长肉 那我就找了两张素材 把它完美的拼凑到一起 来完成一张这样篝火的创作 我们油画是一个典型的创作型作品 所以很多时候找素材 它达不到十全十美 而且还会涉及到一个版权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照片是别人的 对吧 你如果说你画了这个画 你要去参加一些大型比赛 或者你要卖很多钱 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个照片的版权是别人的 但是如果说我把两张三张素材图 拼凑到一起 进行画面的调整 跟修改了之后 那这张作品 它的版权就是你的了 知道吧 那油画在创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要找很多的素材 要借鉴很多的图片 好 刚刚说了这个素材图之后呢 在公众号同样的 好 关注油画教育的公众号 回复 油画作品图 后面三个字改了 一个是素材图 一个是作品图 对不对 你就可以拿到我今天画完的这张画的原作的高清的作品图 你们一个是临摹的时候 你看你找到这个高清素材图 你也好画一些 完了之后 如果说画的不是很 不是很懂了 或者有点迷茫了 你就可以看看我的作品图 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方案 对吧 宁波去长沙要核酸吗 现在去哪应该都要核酸吧 不仅仅来长沙要核酸吧 年底这边抓的又比较严一点 咱们这个英文同学 你的名字是叫贝拉吗 是你这么念的吗 好 那我们就详细介绍材料了 首先我们画油画 一定是要用到油画颜料的 油画颜料里面是加了油的 这是肯定的 那有同学在买油画颜料的时候呢 我就建议大家买小支的 我们油画颜料一般是分两个包装 一个是这个是170毫升的 常见的就是170啊 然后像是这个就是50毫升啊 还有35毫升啊 像这种 那一般我是建议买这种小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作为兴趣爱好的话 不会画很大的话 不会画很大的话 那么你买这种大支的话 可能好几年的用不完 你像是我 你看我都上了有四年的油画课了 然后我这一支颜料 我都是用了四年了 我画画的数量就是平均一周 至少是有一张画的 那么你看我一个这样的颜料 我是用了这么久 所以我不大建议大家买大支的 就很多新手小白 他们会推荐你们说 那肯定买大支的呀 大支的划算呀 那我不建议 除非你是美术专业的 油画系的学生是吧 你天天要画画 而且你要画那种大画 肯定要画一米乘一米的呀 像我今天这个画的尺寸 是30厘米乘40厘米的尺寸 我常年画画的尺寸呢 都是属于这种大小的 所以你们如果说买这种大支的话 真的很难用完 非常难用完 但是常用的那几只颜料 就要买大支的 比如说白色的 你肯定要买大支的 这是关于这个 颜料的大小 大了的话 一个是你出去写生方便 不好携带 第二个就是油画颜料 换好多年 你用不完 我觉得不是很好 你放个十来年 可能都用不完 我觉得不大好 所以我觉得买小支的是 比较实惠 比较划算的 你好呀 Amy 是这样子 一个是贝拉 一个是Amy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好那么关于品牌的话呢 要不呢 你们就买这个国产的 马力的 目前来说 我觉得国产的话 马力的话 性价比是最好的 而且是最稳定的 那现在市场上 它会有很多那种 杂七杂八的油画 颜料好 我用过都不是很好用 它颜料要不就是太粘稠了呀 要不就是太稀了呀 要不就是颜料很容易干呢 要不就是颜料很难干呀 那这些问题都有 非常不稳定 因为马力是我们这种国产品牌 它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一个是国化颜料的马力 一个是油画颜料的马力 它是非常稳定的 油画颜料什么叫不稳定呢 因为油画颜料里边 它是用色粉 然后调和了很多种油 然后达到一个比例之后 它才能做出这种颜料 那么在颜料跟这个色粉 在调和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一段的这种时间 把它达到一个最稳定的效果 为什么呢 你像比如说有一些油 你会发现 你把颜料盒子一打开 它就会漏油 像比如说我刚刚用的一个 用的一个这个 你们黄一个新的 它就会滋滋的往外冒油 因为我们油画颜料 它会有一个反油的现象 就是我每一个色粉 它吃油 吃油的这种性能都不一样 所以它是需要一个稳定性的 那么这种稳定性 是需要实验室 长期的研发颜料 跟跟踪颜料 它才能够找到 每一个色粉跟颜料之间 最恰当的那个比例 那个比例越恰当 那么它的色彩稳定性 就会越好 可是目前国产里面的 有很多品牌 它们的时间沉淀还不够 就这个品牌都太新了 所以它们的油画颜料 其实并不是很好用 我之前用过一些 国产的其他不好的 就是那个颜色 根本就调不开 你们不要买那种 很便宜的油画颜料 也不要买那种 很新的品牌 你买国产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玛丽 记住没 国产颜料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玛丽 目前为止我用到的 好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 在国外的同学 或者说你预算高一点 那你就可以买一些 国外的比较好的品牌 比如说 babyo啊 还有这个温莎牛顿啊 这都是相对好一点的 油画颜料 但是我也不建议 你们零基础入门 买这么贵的 因为它平均要比这种颜料 贵了好几块钱一只 甚至贵一倍 你像babyo 有一些那种高级系列 甚至要几十块钱一只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那种好的颜料 你可以画作品 就等于是 我学画画学了一两年了 是吧 我以前画的都是习作 我可能画的没那么好 等我技术上来了之后 我再买贵的 去画那种好的作品 或者说我要送人啊 我要卖给别人啊 画完整的作品 就用好的颜料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四不四的 是的画敲个一 好 这是关于颜料的选择 支持国货 马力真的很好用了 已经是 国货里边 我觉得国货之光了 因为我们这个油画颜料 是西方的一个舶来瓶 它是西方的一个画种 国产颜料里面 能做到马力这种的话 已经挺不容易的 就技术上面还是挺过关的 好 这是关于颜料 那么颜料说完之后 挤颜料也有讲究 好 我们画油画通常都是 我用多少挤多少 现几现用 你看比如说我现在今天 我就预测好 我这个画 大概的话呢 就是会用到这么多颜料 因为我有经验嘛 如果说我画画的小一点 我只画这么一四分之一大 那我这个颜料 我就只会用四分之一这么多 这个应该好理解吧 你挤多少用多少 这个是根据你会画的经验 你画过三四次画 你就知道了 我上一次画完我颜料浪费了 是吧 你颜料浪费的可以 你可以明天继续画 也没问题 那我们一般来说 颜料的周期是什么呢 就我们挤的油画颜料 大概是可以连续做画 画两周 一般画完两周之后 颜料就干了 就不能用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控制量 如果说颜料挤很多的话 就会浪费 我们通常是用多少挤多少 我这个颜色不够了 我就补一点再上去 我要讲多久 大概半个小时 关于零基础的这个画材知识 因为今天是想把之前的这个 你是说整个课上多久 还是是我前面讲多久 整个课的话 实际上是让整个课程的时长 大概是两到三个小时 画材介绍可能要讲半个小时 可能会有些同学说 我废话多 但是这种零基础的东西 你们没有基础的话 也不会画是吧 而且容易走坑 容易不好选择一些错的东西 浪费钱 所以我大概是上个四五次公开课 我就会选一节公开课 前面精致的讲一下这个油画基础材料的入门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同学说我废话多 但是这不是废话 这是考虑到每一个爱画画的人 然后每一个来到我们优化课程的同学 让你尽量的不要走弯路 好 说到颜料挤多少用多少 这是第一个 一定要挤多少用多少 一定要控制量 你不够了可以再挤 干了的话是不好用的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油画颜料 是一定要把它按照颜色深险 深浅 或者按照红橙黄绿青男子 也就是彩虹的颜色 从深到浅 按照彩虹的颜色 靠着调色盘的边边上 把它挤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颜色有深浅深血 你找颜色 你就会不容易耽误时间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排色习惯 我每次都这么挤色 我闭着眼睛 我都能找到我的颜色 你知道吧 我就不会说 哎呀我不知道 这个颜色在哪 这个颜色在这 你就调来调去 会很浪费时间 第二个就是挨着边边挤的话呢 它会尽大可能的 让我们调色区域放大 你看我这样子 这个盘子里面是吧 这么大的空白 都是我的调色区域 这样子我调色的话 就会更加的放松 或者更加大胆一些 一定要靠着边边挤 好 这是我们挤颜料 挤多少用多少 按照深浅顺序 按照色环的顺序去挤 靠着边边挤 这是我们三到四个点 说完这个调色盘 说完颜料 我们就说一下调色盘 那么因为很多这种入门学油画 或者有一些老师 他们当年自己画画 都是会用到一些这种木质调色盘 你们常见的在网上去搜油画调色盘 都是这种 就这种木质调色盘 包括看到画家都是这种 是不是看到过这种调色盘 那这种是我们很老一派的教学方式了 因为以前科技不是很发达 用木质的材料是最好找的 所以木质调色盘也是最多的 但是您记住小白入门 我不建议大家用木质调色盘 这是为什么呢 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是木质调色盘 给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不让你们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调一个这种蓝色 你看我要调一个这个蓝色 然后我这个蓝色 我在这个调色盘上看着 我直接都没有加任何颜色 你看这颜色看着是不是很深 那我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颜色很深 所以一画到画面 但是你看有色差 发现没有 显色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木质调色盘 它的周围的颜色是深色 所以它的颜色参考 坐标它就不准确 再者就是木质颜色 它本身底色是深的 有一些颜料它是半透明的 所以它颜色就不准 如果说你没办法去 规避掉这个色差 那么你调色就会比较的迷茫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的一支笔 那个白色调色盘上 你看是不是它的色差就没有了 你就会感觉 这两个颜色它挨得好近 有这种感觉没 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个6 这也是我做线上教育之后 我就发现了一些这种 跟老派教学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前老师 不会给我们说这些事情 我是发现我的学生 他们在调色的时候调不准 然后老师调色的时候 会有很多困难 所以我就好好思考了一下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发生的 我就发现 小白入门的时候 原来在这个调色盘上 就会导致大家有偏差 那为什么这种 这种不好的教学方式 一直是 一直有人会这么教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 他不会去深度思考 为什么我们会用木质调色盘 是吧 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这种教学方式 都是以前老师 以前我的师傅怎么教我 我就怎么教你们 大多数的教学方式 都是这样的 可是我就稍微不一样一些 我就会去思考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怎么产生 我怎么解决 那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 在用调色盘的时候 小白入门 选择白色的盘子 最好用的就是瓷盘子 你们家里面做菜 做菜用的瓷盘子 瓷盘子是圆形的 你就都可以用 只是说圆形的调色的话 它没有那么方便 你想像我这样方便 你就买个方盘子 顶多不够二十块钱 而且陶瓷盘子 清理是超级好清理的 以前为什么画家 没有人用陶瓷盘子 你们知道以前 中世纪那个时候 陶瓷的有多贵吗 是不是 它是算 算是我们中国这边的 进口产品 你还能拿陶瓷盘子去画画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 就是这种产品 已经很普及了 对吧 那你们去家里的家里 做菜的这种 陶瓷盘子 用来画油画 就特别特别好用 记住了没有 超级好用 而且它就不会有 这种显色色差的偏差问题 它就不会导致你调色不准 把你这种 影响你学习 耽误你进步 耽误你变成大神的 这种不好的方法 都给你们去掉 这是一个小秘密 这种 那这种画板 也是会用到的 这种画板 是什么时候用到的呢 就比如说 我这个画面 已经整体铺色 铺完了 然后整个画面 颜色都比较深了 那我就可以用 深色画板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可以 在画古典油画的时候 我用深色画板 你看 你还买了 两个木质调色盘 这就是浪费钱了 对不对 我们均和工作室 所以你们没买材料的同学 现在就知道 我不用买调色盘 我家里的陶瓷盘子 我就可以用 听到这个课就省钱了 木质调色盘 等到你学古典油画的时候 或者是说 你画面已经全部 整体上色了 或者说你的这个画面 就是一个这种 棕色调的色调 你就可以用这个木盘子 还有就是你出去写声 带木盘子也方便一点 当你技术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候 你用木盘子 还是用塑料盘子 还是用陶瓷盘子 还是用透明盘子 那都随便的啊 当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只是说小白的话 你避免这个色彩误差 你用陶瓷盘子 肯定会更加的 好的锻炼到你的调色 相对来说 不会那么迷茫一些 好 这是我们调色盘的知识点 说调色盘的知识点之后呢 又接着说一下我们的画布 画布画框 我们这个画布画框呢 就是你们在买的时候 很多同学为了省钱 然后也是不是很了解 就会买到一些什么油画纸啊 油画板啊 这种就是不好的 你看好 这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像这种就是油画纸 看到没有 油画纸是肯定不能用来画油画的 油画纸它 你看它一折它就断了 一折它就断了 很容易折 而且油画纸的话 它是纸质的 它只是在这个表层 镀了一层膜 那镀了一层膜 它会咋样呢 它会掉色的 油画油画颜料 就是说它会漏油 你看我加一点油进去 看到没有 这个油就会像水一样晕开 会导致这块颜色很深 那我们不漏油的 你看油画布 你上油上去 它是没有任何颜色变化的 发现没 你都是一笔下来 你看一笔下来 看到没有 一笔下来 我这个笔上是有油的 那这种就是说你的只存在吸油的现象 你吸油很厉害的话 它就会把你颜料里面的油分吸掉 吸掉之后 你的油画颜料画出来 它就会没有缺少光泽度 然后颜色的话 它就不准 因为油画它很有那种油亮光泽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油比较多 而且它吸油之后 它就不利于你画面塑造 因为我们画面 油画颜料就是因为有油的成分 所以有的时候在调色的时候 它的衔接会特别好 特别自然 它能画这种超写实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的油画纸漏油的话 吸油漏油 它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那你会画一张油画 就会画出水粉的效果 是绝对不可以买油画纸的 那这种就是很坑人的 很坑人的产品了 但是仍然会有人买 因为便宜嘛 觉得油画油画纸可以不行 是绝对不可以用油画纸的 看到了吗 同样的一个颜色 你看同样的一笔颜色 从上到下 它吸油颜色就是这样的 它纸里面会把你的油分给吸掉 这样很不好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就稍微比油画纸 稍微强一点点的 就是油画板 这个是油画板 油画板是什么呢 它是也是底下也是一层硬的纸板 然后在这个表层 看一下好 就是贴了一层 贴了一层这种 类似于油画布的东西 但是它不是完整的这种油画布 它这个上面的话呢 会是那种棉的 是那种棉的 不是哑麻的 好 那这种的话呢 一般也会有一点点漏油 它最最严重的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不好的 就是它太硬了 太硬了 你看我们正常的 你看油画框 它会有这种 邦邦邦的声音 看到没有 它会很舒服 特别的特别的舒服 你看这是我们油画框 油画框 它背后它是一个布 这种手感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你在画人物的时候 你会感觉真的好像在人的皮肤上画画一样 那这种油画板的话呢 一般来说也会有漏油的现象 只是说它漏的没有那么严重 它时间画画 画久了 它也会有点漏油 而且因为它太硬了 很多细节塑造 然后很多这种 很多这种 画面的这种效果也达不到 油画板的话呢 就是勉勉强强可以用 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用 因为你到时候这个画也不好表 而且它变形 它四个脚 它四个脚 你看它四个脚都是弯的 看到没有 四个脚都是弯的 你到时候这个画表出来 它就不好看 油画板的话是勉勉强强 偶尔可以用 但是不推荐大家常用 好 最后这个就是油画框 油画框是在一个木框上面 上面表了一个油画布的 这个是布 看到没有 这个是布 那它中间的话呢 它四个脚会有支撑 然后整个手感就会很好 你这个画完之后 可以直接挂到墙上 它会又很美观 然后又很好用 又很好保存 像是在油画框上画的话 你可以保存个上百年 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画框桌边很直 你看四个脚都很平整 所以它的作品完整度 是最好最好的 那么油画框的话呢 它这种画布好 我们这种布 你看它背面的颜色 跟它正面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首先油画布好 它是一个生产出来的布 那这个布的话呢 在它的表层会镀一层这种胶 像这种白色的 就是油画固定的胶 刷了这种胶之后 你的画 你的这个布就不会漏油 因为你如果是单独买这个 亚麻布或者棉布 你画上去它肯定会漏油啊 漏光漏油那是肯定的 但是你在上面刷了一层 这样的涂料之后 它就不会再漏油了 它的表面就是非常的光滑了 那我们叫做这种白色的布 叫做成品布 你们在买布的时候 叫做成品布 这种框直接 这种布已经表好在框子上面 这个叫做成品框 你们在买这个画框的时候 是叫做成品框 油画成品框 不是油画画框 油画成品框 那么这个成品框的布的成分分两种 一种是亚麻的 一种是棉麻浑纺的 亚麻的话呢 会质量好一点 纯亚麻 棉麻浑纺的话呢 质量就会差一点 尤其是不好的 像是这种油画板上 它是纯棉的 这种油画板上面的这个布是纯棉的 那纯棉的有什么 有什么坏处呢 它太薄太脆了 它很容易开裂 或者很容易画框脱色 因为它太这个布 韧性太差了 所以你这个画 可能你画个几年 或者放个十来年 这个画它就开裂 甚至是它这种纤维 纤维腐烂 这都是很正常的 在潮湿的环境 这种纤维都会容易腐烂 那我们一般最低的要求的话 就是棉麻浑纺吧 如果说你是实在没有钱 然后你的这个零基础入门的画 画的实在你自己不喜欢 什么意思呢 不喜欢就是说 这个画以后保不保存 放不放 哦无所谓 我丢了都行 你是抱这种心态的话呢 你就用棉框 如果说你但凡觉得自己画的还不错 想给自己的这个学习过程 留一个记忆 把自己的这些最以前不好的作品 这些习作能保留下来 见证自己的蜕变 你要保存个几年的 那你最低选择都是棉麻浑纺 那后期画的越好的时候 你的这个作品 你就越想要保存的时间长一些 甚至以后还要传承给你的家人 是吧 留给你的子孙后代 那么你就要用亚麻的 就是亚麻的布 这样子会好一些 它这个布的成分 就是说的我们这个布里面的这个纤维 它的这个经纬度 编织这个布的纤维 那我们叫做棉布 棉麻浑纺 还有亚麻 亚麻是最好的 亚麻的话会比较贵 一米的话可能到一百多块钱一米 一个这样子的小亚麻框的话 可能就要十来块钱 如果说像我今天三十乘四十的 成亚麻的 那这个价格就是好几十 三十到四十不等 会比较贵一点 当然它这个木头也会有讲究 那有一些这种木头它就不好 它是那种宠木啊 或者说那种这种木都没有经过打磨的呀 就会有很差 这种木头有很差的木头啊 你们在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这种木头有很差的 像我这种木头都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非常的光滑 也不拉手 上面也没有毛刺 好 而且在买框的时候 有注意 他也有讲究做工的 那种技术不好的师傅 他这个框四个角 它是不平的 这四个角 完全就是跟这个油画板一样 它是翘着的 所以越是做工好的师傅 你这个框子 你平着 平着放在地板上 它不会左右翘动 它是非常贴合地板的 它每一个角都是非常的垂直的 如果说你买了不好的框 它就会变形 那变形就会有什么影响呢 也会对你的画有损伤 因为你变形之后 你每一个布的角的拉力不对称 不对称的话 它就会容易让你的油画层受力不均匀 受力不均匀 就会你的色块就会一块一块的掉掉 你像有很多这种文物修复啊 就是以前在保存的时候呀 或者说这些材料做工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完成了这张作品 所以就不是很好保存 因为油画你但凡画了 你挂在家里 你真的挂个一二十年都没有问题的 你甚至以后传承给你小朋友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画它就是 你像如果说你是打印的 如果你是打印的话 你像在淘宝上 你们买一个那种大画可能也要几百上千块钱 但是那种画是打印的 打印的有什么画一处呀 它放个三四年它又掉色 发霉掉色 这是必然的 可是你油画保存恰当的话 你放在家里挂个二三十年 它都没有什么变化的 知道不 明白了不 明白的话就跳一个六 这就是油画纯手工油画它贵 贵在哪 就是这个地方 材料呀工具呀技术啊 这都是钱啊 你都是要花钱才能学到 才能准备好的 一般是越是讲究的人家 他越是挂这个画 买这个画都是会买纯手工油画 而不是买打印画 那很多不懂的人呢 他就可能就会买到一些假油画 什么是假油画呀 丙烯呀 水粉呀 然后打印之后拿油画 稍微上点颜色呀 有一种打印画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这个 我的机子哈 我的打印机直接可以打到这个画布上的 然后在这个打好之后 拿点油画原料 上面涂两笔 他就假装是一张油画 往外卖 我之前就见过一个 一个下午茶餐厅 就是一个下午茶餐厅的老板 他不是很懂 他买了一张打印画 花了三万块钱 然后一看 我一过去一看 就知道那是打印画 他就是打好之后 然后上面涂两笔 一定不能买打印画 打印画挂在家里是很不好的 好 关于这个画框就介绍完了 最后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画笔跟油 画笔的话呢 我们通常是分为动物毛跟尼洛毛 动物毛的话呢 有狼豪 羊豪 猪中 这是比较常见的 尼龙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尼龙平头的 油画呢 因为它会要配合很多不同的技法 所以对笔的材料要求 笔形要求也会多一些 那我们买油画笔的话呢 就是要买各式各样的笔 你像今天就会用到这种扇形笔啊 然后尼龙笔啊 然后这种羊豪笔啊 这都是会用到的 油画颜料的笔注意 不要买太贵的 因为油画颜料有一些笔 你像如果是水彩 水彩的话 一只这种笔可能要30块钱 一只这种笔 水彩的话 因为水彩对于笔的做工要求会高一点 因为它要讲究它的这个笔形 还有蓄水能力 那油画就不需要讲究 油画的话一套这种笔 可能就是三四十块钱 或者四五十块钱 一套 一套的话就是有五六支 油画的笔你平均就是 十块钱一只都算是很好的笔了 虽然很好的了 不需要买太贵的 像是有些同学他就比较舍得花钱 油画笔他一只几十块钱 上百块钱 那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因为油画是非常费笔的 因为我们油画用油 是用油画画嘛 然后我们在洗笔的时候用的是稀释剂 稀释剂的话 它是肯定会有一点点 对于这种毛 它有一点点腐蚀性 因为它有稀释的 稀释的作用 我们要洗笔用稀释 但是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只是说你常年累月 这个毛在这个油里面去洗 去稀释它 那它肯定会有一些损伤 所以油画是很费笔的 油画费笔 但是油画却从来不浪费笔 所以这只笔 只要它前面没断 只要它上面还有毛 你是可以用个十年二十年 甚至是一辈子的 你不会丢掉的 任何一只油画笔 它不会说因为它坏了 我就用不了了 不会的 油画笔就是越用越好用 所以一般买画笔的话 你买个几十只都没问题 但是要买质量好一点 但是又不贵的 因为质量不好的笔 它就很容易 这个笔头 就容易掉出来 这是我们买笔 买笔的话 那我还是推荐大家 就去我们优化的店铺 买这个吸气的 这个牌子 这个笔的话 我自己也用了有一年了 我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 很便宜 很实惠 而且很耐用 所有的油画笔 所有的笔形 通常是要准备两套 一套画深色 一套画两 一套画这个 一套画浅色 你们看我这个盘子里面 我画个画 你看就要这么多笔 这还只是我笔的冰山一角 这个笔的话 只是我笔里面的四分之一 我还有四个这么多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今天会用到的笔 我还有四个这么多 然后我的话 这个也我觉得很好用 这是买的那种 买的那种塑料盘子 你们知道吧 仿骨 仿陶瓷盘子 用来端端餐具的那种 可能十大块钱一个 然后我每次画画 我就放到这个盘子里面 它就不容易掉 因为它 你 这个盘子 你这个笔放在 放在这个桌子上 它老喜欢滚来滚去 然后插在这个鼻桶里面的 鼻桶也容易倒 所以我喜欢就是用一个这样的盘子 每次就是铺在盘子里面 好 这是我们的油画笔 最后就是油画油了 我们油画的话呢 一定会买一个吸湿剂 这个 这个的话呢 你看 我这个就是吸湿剂 你看 比如说 我这个刮刀上面 看到没有 刮刀上面有一些油 有一些颜料 然后我就泡在这个吸湿剂里面 泡了一会儿 泡完一会儿之后 你再去擦它 它就擦得很干净了 吸湿剂是用来洗笔的 这个也叫做松节油 我就把它擦干净 这样子它的话容易清理一些 这个叫做无味吸湿剂 也可以用松节油 松节油会有一定的气味 以前的画家呢 都是用松节油做画笔清理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技术变高了 他就 就是研究出这种 叫做无味松节油 这个瓶子是长这样的 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然后把这个颜料 倒到这个洗笔壶里面 洗笔壶里买这种油 这种一层滤网的 看到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油啊 油跟油水会分离 你们知道吧 就平常你看我这个 你看这个颜料 就是我给你们画一下 油水分离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是我的笔筒 对吧 好 然后我每次在洗笔的时候 笔放进去 搅和搅和搅和 然后这个油就会变得很脏 好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颜料 它就会沉淀到你的这个笔筒下面 然后你的油上面这一层 它就是比较清澈的 那如果说你有一个滤网的话 滤网的话 有一个滤网在里面 那我在洗笔的时候 我在这个滤网上面去进行洗刷 这样子就不会搅和到下面的油化颜料沉淀 不会搅和到下面的油化沉淀的话 你的笔就容易洗得干净一些 所以买这种洗笔糊 一定要买带滤网的 这也是很多同学不知道的地方 一定要买这种带滤网的 才会好用 记住没有 这个买无味吸湿剂 不要买送结油 送结油味道有点大 这种的话一瓶大概就是二三十块钱 能用半年 这个东西是经常要清洗清换的 好 我们说完这个洗笔的油 你看我们洗笔它油有多神奇 你们看一下 你看我这个笔是很脏的 你看我这个笔颜色是吧 很脏 然后我只要在这里面 稍微搅和两三下 看一下 立马干净 看到没 它比水的洗笔的能力 要更强 它笔上是不会带颜色的 如果笔的话 它就是笔上可能还会 水的话还会带点颜色 洗笔是这么洗的 然后就涮一下我们调色的油 一般你们 比如说我在调色的时候 我两块颜料 我感觉 可能这个颜 比如说这个调色盘 我放了一周了 我的颜料快干了 快干了 所以我调色的时候 我颜色调不开 我这个蓝色跟这个白色 加到一起它调不开 那我这个时候 我就要稍微加一点油 去进行中和 你们以前都是喜欢买调色油 但是实际我们专业化 不会买调色油 因为调色油的话 也是很老派的教学推荐的 以前可能几十年以前吧 二十年 一二十年以前 又都是用调色油 但是调色油 它会让画面变得发黄 你比如说你画一个白色 它过一段时间 它会变成一个黄白色 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用一些其他油代替 比如说这种亚麻油 然后红花油 还有松节油 不是 还有那个阴素油 这些油都可以 我平常用的多的话 就是亚麻油 就是亚麻人油 或者说自己调一个三合油 三合油呢 是最稳定的 三合油是松节油 加这个亚麻油 然后加上光油 也可以直接买三合油 但三合油味道有点重 有很多同学我们不习惯 所以你们可以买精致亚麻油 或者熟化亚麻油 这个用油的话 其实你们暂时可以不用买 为什么呢 因为用油还挺讲究的 你买个一两瓶内也用不上 因为正常情况下 你限给限用的颜料 是不需要单独再加油的 因为你这个油 它的颜料 就是我们颜料里面的 含油量的比分 是最恰当 最合适 最稳定的 所以你不需要另外加油 你的颜色是可以上上去的 你就没必要去给自己找麻烦 那我们一般是什么情况下加油呢 比如说我这个调色盘 放了一两周了 颜料已经干了 里面的油已经挥发掉了 所以我就要加一点油去调和画面 我才能够颜色上得上去 因为它干了就上不了了 就跟水干了 它上不了颜色 一个道理 好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画的是大画 我画个一米乘两米的话 我一个这么大的大牌刷 是吧 你看我一个这么大的刷子 是吧 如果我不加一点油 它这个颜料 没办法调这么大一块面积 能不能理解 能够理解的话 敲一个九 所以像是 你们如果是 对油的性能不是很了解 然后仅仅还只是性趣爱好的话 这个油可以暂时不买 你可以直接 就是用松节油 或者稀释剂 先画画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以后 对于画画的画面要求更高了 那你就可以 最简单就是买个三合油 但是三合油味道有点大 这个三合油是怎么样 怎么写的话 就是三 你看这颜料干了 它就画写 画不上去 发现没有 三合油 就三个 它的什么叫三合油呢 就三个油合到一起 这个三合油是比较稳定的 稳定的话是你 画画的时候 它颜色不容易变色 也不容易脱色 也不容易开裂 你就买一个这个 大概也是一二十块钱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到时候 VIP里边上课的话 就是对油 都会有一个相对详细的讲解 那你们就可以 根据不同的画面 去选择不同的油 你像比如说精致亚麻油 它就没有我们这个 手亚麻油 干得快 越是手油 它就干得快一些 越是深油 它就干得慢一些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 要有一些其他的油的需求 所以这个油 暂时你们先不做这个考虑吧 直接用这个 颜料里面所 固有代理的油就可以了 越是写实的话 然后越是难的技法 对油的要求就会越高 你们灵基础入门 几乎是用不到油调色的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每次画画 你看一个小白入门 你又不懂 还非得调一个调色油 来画画 你会发现 这颜色好难画呀 这颜色好难上啊 这个颜色怎么老不干呀 你就发现油画好难呀 就是因为你们小白入门的时候 没必要用油 因为用油是很有讲究的 它要针对不同的技法 不同的步骤 用油的比例 然后是熟油还是深油 油的这个选择 它都有讲究的 知道吧 那这就是属于 比较难的技法了 一般是在古典油画的时候 会用的 好 所以关于油 你们就是买一个吸收剂 或者送给油就可以了 对啊 盘子是陶瓷的 好 以上的以上 就是关于我们零基础 小白入门 对于这个材料的选择了 明白没有 明白了的话 准备好的话 那我们就休息两分钟 我要上个洗手间 上个洗手间 我派个人来给大家唠唠嗑 好不好 就派我们秋秋老师 过来给大家唠唠嗑 因为秋秋老师 晚上正好有毕业典礼 不是有开学典礼 说错了 有15期的采线开学典礼 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先跟他熟悉熟悉 然后晚上看他出镜 他会露脸的 他会带给你出镜 带全装 跟大家打招呼 你们关于采线 有什么不懂的知识呀 材料呀 或者画材的知识呀 你们就跟秋秋老师 唠唠嗑好吗 我上个洗手间 孕妇就是不停地要跑厕所 秋秋 来过来唠个五毛钱的科 我上个厕所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咱们的秋秋老师 秋秋老师是我们优化的采线老师 负责我们采线基础 采线人物 采线超雪石 还有色粉课 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采线课也是属于色彩体系里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们可以跟他唠唠科熟悉一下 哈喽大家好呀 诗语 诶也是我们的老同学了哈 还有小波浪 还有一心理员 欢迎欢迎 今天还在跟你私聊呢 咱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个学员是 这个马甲是谁呀 看着 看着称呼我的这个名字 应该是我们的老学员了 我们今天晚上是有咱们15期的开学典礼 要开始了 哦是铅笔头啊 欢迎遇见 我们今天晚上 到时候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一下哈 毕竟露脸的次数也不多 可以来一下哈 今天晚上7点 是咱们15期采线基础的开学典礼 我们15期基础也是马上要开课了 这个月的25号 就正式开克拉 我感觉还是挺快的 我记得我刚来优化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还是采线 第7期刚开始 以及第6期差不多快结束的样子 现在都已经第15期了 还是特别快 小波浪说 报了色粉课了 哇哦 开心 咱们色粉班又多了一位学员了 每次在公开课堂上面都能看到你 终于来到我的课堂上面了哈 开心 激动 大家下午好 咱们现在直播间有没有我们15期的小开门呢 有的话 拆个一 色粉是不是很难学 掌握了方法就不难 掌握了方法就挺简单的 主要还是方法要很重要 而是想学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哈 可以来了解一下 找我们的小助理老师 对的 掌握了方法就不难 我们学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嘛 只要学会了方法 把方法掌握到了 再一步步跟着我们的课堂 跟着咱们的课程 我们课程系统都是由简单到难的 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的 咱们色粉也是一样 会从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色彩的知识 还有 那个材料 包括我们后面还会有说到一些 色粉的技法呀 然后选色啊什么的 基本上是都会有讲到哦 所以不用担心哈 晚上要开学典礼吗 是的 是我们才签15期基础的开学典礼 15期要开始了哈 签笔头是我们14期的可爱 现在是在学习素描对不对 现在咱们基础 刚刚节课也是快要毕业典礼了哈 毕业典礼我们定的是在下一周 晚上露脸全装出镜 还有武装到牙齿 武装到牙齿怎么武装 还要在露脸之前先刷个牙 先竖个口波 对呀挺快的 我们现在正在上课的13期人像 也是快要 课程师快要上完了 已经在画最后一个人物了 马上爷爷快要节课了 争取在年前把我们的课上完 然后年后大家就可以 好好地认认真真的 全心全意画作业了 露蚝美钻 在牙齿上像颗钻石吗 好了 波波老师回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哈 大家拜拜 我们晚上开学典礼见哈 哎呀 谢谢我们秋秋老师给大家落了五毛钱的课 对 晚上秋秋老师有开学典礼 到时候秋秋老师会全副武装 全装出镜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温柔可爱的秋秋老师了 我们优化所有的YP课程呢 一般都是固定时间上课的 然后通常就是在正式上课前的前一周 会举行开学典礼 教大家怎么上课呀 然后上课的注意事项呀 还有前期的准备工作呀 最后就是跟老师熟悉一下 会邀请一些老师友情出镜呢 主角老师也会出镜的哈 给大家露露脸 要不这个课上完了都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是吧 老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们是很正规的 我们有开学典礼 我们有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的话还会有这个奖品 我们会有毕业考试 所以每一期的话 你成功毕业之后还会有结业证书 就相当于你在上线上的大学课程一样 游化课什么时候举行开学典礼 那应该就是在七月份左右哈 一般是正式上课的前一周 要不就是八月初 要不就是七月底 我们最新一期游化课 就是在八月份上课 今年比较特殊 因为我怀孕了 所以要等我修完产假回来上课 往年的话呢 已经连续开了 前面已经开了三期了 每一年的六月份 是开始上游化课 然后每一年的一月份 开始上超写实课 我现在通常就是一年 就只带两个课了 一个就是超写实 一个就是游化课 所以我是很贵的 怎么说我也是老板吗 是吧 这个身价得上来 开玩笑的 是因为确实实 咱们优化作为一个企业 作为一个很正规的机构跟公司 办公室真的很多事情 我要上课的话呢 就是要请专业的管理人员 来管理我们优化 那么所以我们的开支 也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说我是全心全意 投入管理的话呢 那我就没有时间上课 如果说我是全心全意 投入上课呢 那我就没有时间做管理 所以我们的课程哈 一般来说 都会比较的专业 比较的扎实 课程也会比较系统一点 好 然后刚刚说了一下材料的问题 你们因为网上的网店很多 买材料的话 也是七七八八不好选 如果觉得选材料很费事的同学 那你们就直接关注 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直接在优化的店铺购买 因为我们优化所有的绘画材料 都是我用什么 就你们用什么 我选择最好的东西给你们推荐 因为如果说是单做化财 如果说我是一个卖化财的化财商 那我就巴不得你陶瓷盘子买一个 木板买一个是吧 然后这个颜料 我也巴不得你买大支的 这个饼呢我也巴不得你多买几套 但是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绘画过程中 能够长时间使用 并且适合用好运的东西就那么几样 你没必要去准备很多 然后没必要去走那么多弯路 所以我们店铺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给我们YP准备的 就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经过我们产品的筛选 然后我多年的绘画经验总结出来的东西 你们选择也不容易浪费时间 有什么你就买什么 买了绝对不会上当 绝对不会买亏 也绝对不会买错 就那么一样好 明白了吗 那我们再开始正式开始作画了 好 首先我的话就会从它的天空开始 那我这边最简单的就是会把整个画面 按照大概是六四分吧 六四分 六四分我看一下够不够 六四分把它的一个天空跟 跟它的地平线的一个比例画出来 大概就是六四分 六四分 不要三七六四分 这就是我待会要画天空的面积 好 然后我就会选择一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尼龙笔 因为大笔画大色块 这样就画的快 你一个小笔 比如说你看我拿一支小笔去涂这个蓝色 涂半天都涂不匀对吧 所以我们画油画一定是大笔上大色 小笔上小色 那我们就要选择大号笔 为什么油画笔有有十号呀 八号呀六号呀五号呀是吧 它会分这些 分大小就是因为你大笔画大画 小笔画小画 这样子速度就会快一些 如果你只有一套笔的话 画画就会很慢 好 那我这边它这个天空的颜色呢 是一个很艳丽的蓝 这种蓝的话呢 群青群青就刚刚刚刚好符合这个颜色 群青是很符合这个颜色的 但是群青的话它颜色会太太亮了 你们看哈 群青这个颜色是一个很亮的颜色 就不会像夜晚的天空 所以在画这个天空的时候 你要稍微再加一点黑色进来 稍微加一点黑色进来 把这个蓝色饱和度调得低一点 你看这个蓝色饱和度低一点 好 加完这个 加完这个黑色之后 像是我们一般在一个色里面 加白加黑 它都是属于一个单调的颜色 就我加黑色 只会让这个颜色变得深一点 我加白色 只会让这个颜色变得浅一点 它不会让我们颜色变得丰富 颜色变得丰富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蓝色里面 我有蓝紫色的感觉呀 我有蓝青色的感觉呀 能懂这个意思不 能懂这个意思的话 敲一个一 我们说颜色丰富 我这个里面除了黑白 我可以加其他的颜色倾向 什么是颜色倾向 红橙黄绿青蓝紫 这就是我们不同的色系 那我就可以加一点什么 加一点红色 我可以加一点深红进来 让它有这种蓝紫色调的感觉 那这个天空就会变得好看一点 知道吧 不一定是要加对比色 不一定是要加对比色 一般来说 画蓝色的话 通常就会加一点红色 紫色 这样子蓝紫色天空 会比纯蓝色天空要显得 更加的丰富 颜色更加的自然 更加真实 你看我这边就是有一点太抠门了 我这个蓝色就挤少了 两笔颜色就没了 发现没 因为我想着这个蓝色就那么一个小色块 我就没加太多 两笔颜色就没了 那我就重新又挤了一点 看到了吗 这个是群青 群青的这个蓝色 跟我目前画面这个颜色非常的搭配 颜色很搭 好 画完之后 轻轻加一点白 因为这个黑色加多了 或者说红色加多了 颜色就会显得有点暗 一个相对艳丽的蓝青色的天空 相对艳丽的 很漂亮 那这边上色的话 你这样来回运笔就好了 就不需要很讲究 就不需要说 哎呀这个运笔怎么用啊 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就直接凭着刷就好了 好 你看一般来说 我们在第一步上色 上色面积很大的时候 它颜料有点推不开 看到没有 颜料不好上色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稀释剂 我这个笔上就加了一点稀释剂 你看 一下子就推开了 就往稀释剂里面稍微加一点 当然也可以加送节油 这两个颜色都是可以的 好天空的颜色是越靠近天边 越靠近 最靠近顶上 它的颜色是越深的 好慢慢下来 颜色就要变浅一点 这个时候就加一点白色 再加一点群青 它颜色就要变得亮一点点 看到了吗 天空的颜色是慢慢的 为什么越靠近下面 它的颜色就越浅呢 因为慢慢的太阳熄落 对吧 太阳熄下 太阳熄下 它靠近太阳 它就离光 离光近一些 离光近一些的话呢 那么它就颜色要浅一点 来回上色 好这边不需要注意笔法 也不需要注意握笔姿势 你就来回上色 你怎么上得开心 怎么舒服怎么来 好越往下面靠 天空颜色就变得越浅一点 这个时候就加一点天蓝 天蓝天蓝的颜色倾向呢 它就不会像咱们的这个群青那样 那么的艳丽 天蓝它会偏冷色调一点 好加一点白 又是来回的上色 你看这颜料 只要你感觉推不开 看到没有 那颜料推不开 这就是颜料推不开 你看只要你感觉颜料推不开 你就干嘛 只要感觉颜料推不开 你就往里面 诶 沾一点吸湿剂 你看哈 你看我沾一点吸湿剂 看到没有 诶 立马推开了 发现没 就是这么的神奇哈 你就等于是吸湿剂 你就等于是当水一样用 前面的话 一般是铺底色的时候 就会用松解油跟吸湿剂 一般画到后面就不会用了 这个吸湿剂记记住 只能用在你第一遍铺底色的时候 就往后画画面的话就不能用 好慢慢的天空就越来越 越来越亮 白色越加越多 你看我白色就越加越多 这个时候天空还会有一点点什么感觉 会有一点点橙色的感觉 就会有那种太阳的光的感觉 我这里就要加一点橙色 橙黄色吧 但是注意啊 这个颜色千万不能调太云 调太云的话它就会显得很脏 因为橙色跟蓝色它是一个互补色 互补色的话 如果你颜色调太云的话 它就会显得很脏 什么是调太云 给你们示范一下 就比如说我沾的这个橙色 好 在这块颜色上不停地这样糊糊糊糊糊糊 不停地在这里这样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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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颜色就变脏了 看到没有 我不停地在这里搅和搅和搅和 这颜色就变脏了 所以这叫做颜色调太云 调太云它就会变脏 变脏它就不好看 好 那么我不想让它变脏 那这个颜色变脏了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用了 颜色变脏了就不能用了 不能这样来回地调 这个是一个注意事项 刮掉它 拿刮刀看一下 拿刮刀刮掉它 把鼻洗干净 这个不能用了 颜色不让用了 好 什么叫做不能调太云 比如说我蓝色 看一下啊 加白是吧 它是一个浅浅的这种蓝 好 如果说想让它有点橙色色调 橙色里面 我就这样调两笔 看到没有 来回调两笔 然后直接上色 那么它这个里面的这种橙色调 它就不会调得太云 不会调得太云 它颜色就不会太脏 明白不明白 明白的话敲个一 这是调色方法的问题 不是说互补色不能一起用 也不是说互补色加在一起 一定会脏 你注意方法 你注意方法 它就不会脏的 好 慢慢的这个颜色 它就会从一个这种蓝色 开始变成这种橙色 是吧 好 橙色的颜色越加越多 你看橙色 天边的橙色 橙色的白色 要再加一点 白色加少了 调不开 你就加点油 学到了吧 这都是方法 调色肯定是有方法的 画画都是有技巧的 只要把这个技巧 毫不保留的告诉你 你都可以学好的 好 然后再加红 越靠近下边就越偏红 甚至是加一点深红 它会什么偏紫 这边就是夕阳 夕下的感觉了 好 画完这些之后 天空的颜色 它就不是很均匀 天空的颜色 可能还是 会有一些 衔接不自然 你看就会有这种笔触 那这种都是笔触感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笔触感 那这怎么办呢 这就是要开始用羊毛 羊毛笔了 用羊毛笔 或者用这种小刷子 羊毛笔 或者说扇形笔 你看这种柔软的扇形笔 或者羊毛笔 小刷子 这三种笔 这三种笔都有一个特性 它会很柔软 很柔软 很柔软 可以用来干嘛 它可以过度 它可以让你笔触之间 衔接更自然 过度更自然 好 那因为这两种笔 肯定你们都一般都不会有 这两种笔都是属于基法型的笔 通常你不是专业化油画 不是打算系统学的同学 一般都不会背这种笔 所以我就紧着你们有的来羊毛笔 紧着一般羊毛笔都是有的 好 在这些颜色过度不均匀的地方 清扫 这个叫做清扫 你看一下 边清扫 这个笔就要边擦干净 打圈圈的擦干净 笔上不能有颜料的 就干净的 好 边清扫 你看我扫完这里 是不是就干净了 好 笔上脏了 我就把它 也可以在这里 你可以在画布上给它搓干净 因为我这画布上 待会肯定要上颜色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着急 来回清扫 就像给女孩子上粉底一样 就像你在家扫地一样 来回清扫 特别清 特别自然 就像你在家里扫地一样 做清洁工作一样 也可以上下清扫 就上下 让它的颜色衔接更自然 更舒服 这个笔要注意 这个笔已经是干燥的 不能 里面不能是加了油的 也不能是 也不能说是上面有颜料 它是蓬松的 干净的 因为你每扫一遍 你就会带上一些油化颜料 知道吧 所以你就不停地要清理它 清理它 清理它 好 马上要扫这个下面的颜色 这就是橙色 对吧 那笔一定要清洁干净 你看这笔 一定要清洁干净 一定要把笔清洁干净 我们油化笔清洁 就是用这种擦的方式来清洁的 一定要清洁干净 扫个四五笔清洁 清洁一下 扫个四五笔就清洁一下 后面 后面它会有几条 这种彩霞的感觉 那我们这边就不需要扫得很匀 正好有那种类似于彩霞的感觉 就不需要扫得太匀了 扫得太匀的话 反而显得有点不真实 这里还是有点没匀 因为越是靠近 靠近顶上的天空吧 它就越细腻越均匀 所以颜色的话 就不会有那种分层感 但是一般是靠近晚霞的地方 它会有那种分层的感觉 这是很正常的 天空往上走 我的颜色 我就扫得让它均匀细腻一些 多扫几次 越是往上走的天空 它就越寂静嘛 是吧 颜色变化就越少 所以越是往上走的天空 我就给它画得越精致 越细腻 多扫几次来回 下面的话 有这种调纹感 没关系 调纹感就是晚霞的感觉 羊毛笔 一定要背的 羊毛笔 狼后笔 猪中笔 这是画油画最基本的几个韵笔类型 这里除了扫只有扫好 只有这种方法 这是一个计法 我这都是在清理笔 你看我这个纸上被我清理成什么样 好 天空开始画完之后 就要开始画什么呢 我就要开始画这个 要开始画这个树了 画树之前 我会把它的火焰的形 稍微画一下 火焰的形的话呢 我是用下面这个图 火焰的这个形 我是用下面这张图的 画完天空之后 就要用小笔 用这种小笔 稍微把它的 把它的这个 把它的这个 这个火焰的形 稍微画一下 我不大喜欢用这种短笔 油画因为 油画是一个很舒服的绘画状态 但你画画的时候 是非常放松的 你就坐姿也是很舒服的 所以如果说你用这种短笔的话 施展不开 我你看我调色盘跟画板之间 我就会整个人就会很拘谨 所以油画的话 通常一定是要用这种长笔去画的 用长笔画的话 你整个人的姿势 是非常的舒服且优雅的 你们尽量买油画笔 不要买这种短笔 除非是在细节塑造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有一些小的细节塑造 这种短笔会用得到 会有会有一些短笔 你看这种就是短笔 但是大部分的油画笔 都是长的 会有这种短的 只是不多 更短的也有是吧 更短的你看这种也有 这种笔 我很多这种奇形怪状的笔 这都是可以画出很多 优美的作品的 用长笔 整个作画姿势是非常安逸 非常舒服的 握笔姿势也会比较靠后一些 这样子你整个画画 人的状态就不一样 油画它是一个很高贵的画种 因为很贵 学费也贵 材料也贵 完了之后卖的也贵 如果说一个这么贵的画 是吧 整个画画的姿势还不舒服 那多亏呀 我是觉得国画跟油画 在画画姿势里面 真的是很舒服的 两个画种 稍微起一下形 稍微就是用这个红色 把它这个形 就是起一下 我大概这个火堆 我会画到哪里 对 它就是会有点贵 但是火堆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这种三角形 整个火堆就是一个三角形 先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 虽然贵吧 但是它很值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画一辈子 对吧 然后你一张画可以放个几十百把年呀 再者就是它很讨厌情操呀 很洋气啊 然后卖也卖得很贵啊 你卖基本上卖两张画 油画学费就回来了 一张画大概卖个一两千 只要卖两张画 你就油画学费就回来了 这么一想 是不是心里就平衡一些 然后油画这个画种 它会做画姿势又很舒服 又不费眼睛 所以年纪大一点的同学 也会对你很友好 它是对你会比较友好的一个画种 没有那么辛苦 画画 你说很多人一直知道 你会画油画 瞬间就觉得 哎呀你好了不起啊 是吧 很多人对油画都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景的 我是大概把它这个位置标注了一下 我用红色把它起了个形 起了个形之后 那么它这些周边的颜色 我就需要用黑色去平铺了 用黑色 用黑色铺完之后就开始画树 它整个火焰旁边的颜色都是黑色居多 开始用黑色 黑色的话呢 有很多个黑 有霉黑 有象牙黑 有灯黑 各种颜色的黑 这有什么区别呢 象牙黑一般是有透明度的 它是用动物的骨头烧制而成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透明度 像霉黑的话 透明度就会低一些 因为黑色会有一些透明度 所以你在画黑色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一遍上色 它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底色给 我用的是像阳黑 就是你在铺这个底色的时候 它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底色给完全盖住 你们看它好像盖的不是很 盖不住 发现没有 所以我们这种 如果是黑色上色的话 我们可能上两遍 或者说你在这个黑色里面 你如果是想一次性 黑色能够种下去的话 如果用的是像阳黑 那你们要加一点蓝 或者加一点深红 这样子的话 它的覆盖能力就会强一些 油画颜料是非常讲究透明度的一个化妆 什么是透明度 它每一个颜色 它的这个覆盖能力不一样 覆盖能力不一样的话 就会导致你的用量 你的步骤就不一样 如果是你唇用一个像阳黑 你可能底色盖不住 除非你是用很多很多颜料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导致你的绘画步骤 你要画两遍 是吧 画两遍 或者说 或者说你就是 往里头加一点 添加点其他颜色 要不就是颜料就画得很厚重 但是作为这个一个背景颜色 你不适合画得很厚重 画得太厚重的话不好的 那我们就选择我待会儿画两遍 或者说在颜料里面适当的添加一点 深红或者普兰 先把这个黑的画了 这些黑的画了之后就好画火了 火的质感 一般来说都是靠一个黑色背景衬托出来的 你们看 你们去看一些这种照片素材 90%如果是拍摄火的 它的旁边的颜色一定是黑色 因为火一定要靠黑色 它才好衬托出来 它才好有那种火的那种质感 这也是一个 有一个小的注意事项 好 仍然是尼龙笔 大面积快速的把这颜色扑出来 你们就是像这种扑色 你真的把你们家小朋友叫上 把你小孩让他跟你一起画 布置小任务 就把这个颜色涂上 你会发现你就是家庭亲子活动又多了一下 从小如果说小朋友接触的画种是油画 是这种拿画笔去 这种大画笔 大画布去做画的类型 小朋友的这个艺术思维 开口能力也会强一些 比起拿那种小水彩笔 就是我们那种尖尖的细细的那种小水彩笔 上色啊 那强太多了 所以很多好一点的画是 小朋友的教学一般都是画色彩 画色彩有一些是画水粉 有一些是画丙烯 有一些是画油画 其实这三者的话 对于小朋友来说都行 我是画丙烯也好 画水粉也行 画水彩也行 从小画这样子画的头 小朋友呢 他的这种艺术修养呀 包括他的天赋呀 还有他的这个动手能力 会比你从小的话 你拿这个水彩笔 拿一个小小的纸去涂色 会比这种小朋友强一些 但是这种画班的话 成本会高一些 对于老师的综合素质也会强一些 所以一般线下用这种画种去教小朋友的不多 你们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就注意一下 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学习方法 对 诗语 诗语是我们油画班的诗语吗 是我们油画班的诗语吗 小朋友的话就是从小让他学会在画布上去堆颜料 买这种大画框 买大的 一定要买大的 不要买这种A4纸 你现在小朋友就顶多就是一个A4纸 你看 A4纸的话就是我现在这个画框的一半大 太小气了 太小气 他很 很拘谨的 对于小朋友的这种思维开阔呀 动手呀 就很拘谨 所以想要配合的小朋友这种 这种动手能力呀 或者 艺术修养好一点 你就买大画框 大画笔 甚至是拿手去抹都行 不要拿那种小水彩笔 小蜡笔 小彩纤笔涂来 一点点涂 那不好 是吧 施宇 施宇你是不是 咱们学了油画之后 对于小朋友的这个美术培养 你都有心得一些 会更加专业一些 会不会 我就黄婆卖瓜子卖子夸一下了 施宇是我们油画三期的学员 今天还给我看了作业来 这个施宇是这个同学 是这个同学 油画三期三十一号 才刚给我看作业指导中午的时候 你的B站的名字叫做施宇碗儿 我怎么打不开啊 他才画了这个古典油画 这是我们施宇同学 那这个是他之前 也是在我们班上学画的这个超写实技法的葡萄 这是我给他进行的作业指导 大家看一下优不优秀 棒不棒 觉得优秀棒的话 你们也可以过来学一下 都可以画得出来的 只要是专业学习 左边这个是素材图 右边这个是他的作品 然后平常给他看作业的话 就会进行一些私聊指导 看看还能不能翻到一些其他作业 这是之前他自己临摸的一个马的作品 然后我给他再改型 你看我平常给他改作业 都是这么改的 我们画画改作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很多人对于这个画画 他就觉得 我只要看视频学就好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画画一定就是 你在画画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起情的问题 调色的问题 然后各种细节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老师 对你的指导不是很细心 然后不是很上心的话 那你其实你就交两万块钱的学费 也学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右画 非常深刻的意识到 学好画画的关键在哪 那我们整个优化的这个作业指导服务方面 就是做的可以说是全网最好的 你们看 给他指导问题就是 非常针对性的点对点的去指导 你的这些问题 你都会自己调整的很好 而且我不会给你改画 我也给你改不了 是吧 我在线上 你就只能靠你自己 你这个画你改好了 你发给我 我就会让你过 没改好咱们继续改 通过这种每天反复的 反复的去修正你的问题 去调整你的问题 这样子你才会有一张画 我能有十张画的进步 如果说没有一个人 这样天天盯着你去指导你 把你的问题毛病都给你解决好 那么你就是学十年 你也学不出来的 你就是交个几万十万的学费 也学不好的你们看我给他指导作业 这是起行 你看素材图 他这个形很明显就不对 不对对不对 你们看他整个人这个身子 很明显就不对 然后你们看我给他不断 这个画我给他改了真的是有无数次吧 诗语咱们真的这个作业指导 真的是这个画给你改了好多次哦 你看那这边改了是有一次两次三次 然后四次改了改了一两周感觉 这还只是一部分改了好多好多次 这个我一定要给你们强调一下 就你们不一定是说你们非得要报VIP 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学好画画的关键在哪 如果说你去任何地方 或者你自己没有一个这样的关键的人物 给你解决这些问题 你是学不好的 不是你蠢 不是你比别人笨 就是因为你的方法有问题 不一定非得说来我这报名学VIP 只要是好的课程你都可以考虑 只要是好的老师你都可以考虑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作业指导的重要性 就我们诗语 我跟他是特别有共鸣的 对不对 我跟你好有共鸣 因为我给你改画改的太多了 给你改画真的是改的最多的一个 给你改型是改的最多的 然后给淼淼改那个画的叙事关系 是改的最多的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 改了无数次 你们看他这张画 从我给他改 你看这边呢 他的记录 最开始 他是画成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跟原作还是差个 差个不止是一点两点 你们可以看一下 跟原作是不是差的不止一点两点 这个是最开始他的出稿 出稿 然后出稿 然后我就给他 交一次就改一次嘛 你看他后面又交了一次 两次 然后这边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最后你们看他画出来的 棒不棒 一张画哦 一张画哦 觉得棒的话 敲一 你们看他最开始的样子 最开始的样子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说看这样的作品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感觉这个画应该是这个 这个人第一次学画画 不会画的时候画的 然后最后那个画 你可能觉得他是学了两个月 三个月之后画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一张画 我 我要求大家是什么 咱们一张画 画好 不要以量取胜 我不是说画个十几张 二十张画 你就厉害 一张画你能改好 你能画好 你能突破自己 你画一张画 顶你画二十张画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能够大大的缩减 你的绘画时间 觉得是这个道理的话 敲个一 你看这个就是 真的是改出来的 很多同学 他就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老觉得画的多就好 画画就是练呗 所以就网上到处去找视频 到处买书 到处去自己拎 一天能够画个两三张画 我遇到这样的同学 超级多 但是这真的很不好 浪费框子 浪费颜料 浪费时间 浪费钱 我觉得最主要 就是浪费时间 一天画个两三张 然后每张都一样 每张都一样 然后自己还挺满足 这是很不对的 我们要求是什么 在一张画上 你能够取到这种质的飞跃 那么你就会比别人 要强上十倍 你要比别人少画十张画 你的进步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这很真实的案例摆在这了 真的是很真实的案例了 对呀 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心上 你们学好画画 不是画得多就好 不是说你天天画个三四张就好 画画一定是需要把问题修正的 你遇到难处之后 一定要是要克服它 解决它 而不是说 哎呀画不下去了 重新画一张呗 就很多人刚刚学画画都是这样 画不下去了 好死了重新画 有没有过这种心态 有过这种心态的话 敲一个六 这是非常不好的 遇到困难一定要解决 如果说你不解决 你倒过去 你倒过去 重新画 又是浪费一张画的时间 完了之后 你遇到这个坎了 你还是过不去 遇到这个坎 还是过不去 你干嘛 又得重新撕了画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学习方式 你们要学好画 就一定要按照这样子 我刚刚说的 好像我们施语同学一样 一定要情改 改好 找好的人 愿意指导你 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 花心力 而不是说 给你说两句 语言指导一下 就说 哎呀你这个地方哪里有问题 你就说 我告诉你 有些老师指导 就是说 你这个人行不准哦 完了之后就没了 哪里不准 头不准 好你自己去改头 哪里不准 手不准 可是因为小白前期 你知道吧 他知道头不准 我又不瞎 我也知道头没画好 你们说对不对 你像施语就是 我又不瞎 我也能看到头不准 但是怎么画的准一点呢 你就给他一比一画 给他画出来 看到没 像我这种 我就是一比一画 我给你画出来 哪根线条偏了 哪根线条歪了 一比一画给你画出来 那这种就很需要时间呢 那老师 你像我的话 我一起就只能带这么多人 只能带这么几十号人 撑死不过一百人 我又不能 我天天天天改 我肯定没这么多时间 对不对 我一比一画给你画出来 然后一比一画给你写出来 那很多线上教学的话 他就是会沾这个漏洞 都说我们都有作业指导 每一个 你看每一个画室 每一个线上教育 都说我没有作业指导 有 但是作业指导 他不会精致到我们这种份上 因为大部分的线上教育 他不会控制人数 你来一个 我招一个 你来一个 我招一个 我无所谓 只要你能够报名 然后我就配一个作业指导老师 你有问题 你就问他 他给你发个语言 说你头不对 你去改头 改不好 他也不会给你指出来 说你手不对 我去改手 发现还是改不出来 这就是区别 你们知道吧 就是好的跟不好的区别 这是为什么优化的学生都这么牛 一毕业就能画得这么好 真的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有作业指导就是好的 一定是要看怎么指导 我跟你在你身上愿意花一小时 跟你在你身上愿意花十分钟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知道我们优化的好了不 我们是好或不怕比 所有在优化学习的同学 基本上到外面转了一圈 都会发现 还是优化好 然后就来我们优化踏实学习 甚至有很多同学都是出 来了优化就不会任意到其他地方去 压根就看不上 好 这里的话呢 我就已经是把它的一个黑色铺完 那黑色就是因为它会有透明度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我的笔触之间会有这种小的 看到没有呢 这种小的这种小白的 露白的地方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达不到天空那种 覆盖能力那么强的效果 那你在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笔触感 即使你去扫的话 它也会有 它覆盖不了那么强 看到没有 而且它会有一些反光 那这些笔触感怎么办呢 你暂时不管它 到时候等我们画完之后 在上面上第二层颜色 明不明白 知道知道不动地方了 减一 你是说知道我们又画好了 不去其他地方了是吗 好 画完这些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来画树了 画树的话是直接画出来 直接画出来 那树的话有些什么特点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它树的整个轮廓是非常蓬松的 而且树中间也会有一些漏着 漏着这个底的感觉 就漏着天空这个底的感觉 所以画树的话我们就要换笔 我们要用这种株中笔 散开的株中笔 要换笔 用这种笔 这种笔的话 你看我们这样的笔上色 你看它是一个面对不对 你看这个尼龙笔上色 它是一个面 好 但是树中笔因为它很硬 它上色的话是可能 有很多这种毛痴痴的感觉 是不是 发现不一样没有 你看 这是笔跟笔的不一样 所以这种笔它就很好画出这种树 你看树蓬松 婆沙的效果 蓬松 缩散 蓬松 松散 那这个尼龙笔就不行 你看尼龙笔就不行 它点不出来 看到没 点不出来的 我在和谁说话 我是在跟我们公众号的简易同学说话 我们我直播的时候 我是有两个平台 一个是公众号 优化教育的公众号 一个是在B站 然后有同学在那里说话 我就跟他互动一下 莉莉 刚刚我们看公众号的同学也说 给你们看一下 这公众号的同学 然后我们莉莉说 书买来也看不懂 要不是报了油画班 看波波老师上课 才知道什么是肥盖兽 不然现在都还不知道 什么是肥盖兽 莉莉是我们 是我们这个 也是油画班的学员 是吗 很多知识 真的是很细节 很关键的 你们不懂的话 就真的很容易走弯路 而且一旦走了弯路之后 就回不来 这就是很难受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是建议你们 无论是学啥都要专业学 360行行行出状元 真的 每一行都有自己的专业 都有自己压箱底的东西 如果说你是企图 企图通过自学去达到 是要浪费很多很多时间的 你还不如把你的专业 你是干哪一行的是吧 你把你的专业搞好 然后多挣点钱 再拿这个钱 你去学其他别人专业的东西 这样才能够提高效率 我是我干啥 都是一个这样的心态 就是我干啥 我都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 我花那么多时间 我去搞别人的专业 完了之后浪费我的时间去 我自己就班还上不好 钱也挣不好 完了之后那边也学不好 我是觉得是很亏的 我非常亏 那我就要干嘛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自己好好工作 努力把我的专业 做到专业里面最好的 行业里面最好的 然后我把这个钱挣着 把这个钱挣着之后 我就干嘛呢 我就去花钱 去学别人的专业 莉莉 你的名字是天使在飞翔 四七的对吧 四七还没有开课 你们四七没开课的同学 公开课尽量不要跟 就是尽量多画 YIP课的 YIP课的那个视频 前两天有个同学 就是我们四七的那个 那个郑然同学 四七那个郑然同学 废得不听 他画了跟着公开课 画了好几天 就说画不好 画得好差 觉得没有信心 我就说 我说你公开课 你不要跟 现在你报了名了 有YIP课的视频 你就认真看YIP 从第一节课的材料运用 再到第一节课的示范 你就在那里面看 我说你再 先把YIP看了 YIP就肯定是会比 我公开课学的好一些 好乖乖乖乖乖的 就去看公开 看YIP课 看完之后 过来发给我 你说 嘿嘿嘿 老师我觉得 我好像画得还可以耶 就一脸开心的 跑过来跟我说 我说你肯定呀 你这个 咱们有专业的视频 公开课的视频 虽然说也好 对吧 但是他肯定 不可能说好的过 YIP那么系统 对不对 材料运用啊 材料准备啥的 他不可能有那么专业啊 前两天就是很崩溃 很崩溃来找我 说老师怎么办 我就画不好 画得好差 画得好差 这个同学 他是一个大学生 才大一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真的好优秀 就自己大一就开始 在网上这样子去学习 觉得好优秀 就这个同学哈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 翻到他的记录 因为我电脑 跟我手机 不是同步的消息 有的时候 就没法翻到 这边就翻不到 手机跟电脑 没同步 是我们四期 里面的证然 所以你们 已经没有开课的 同学 油画课还没有正式学完的同学 多看VIP课 公开课你可以看 但是你没必要跟着画 浪费精力 效果没那么好 因为有更好的东西在那 明白不 那已经毕业了同学 公开课你随便啊 我们毕业的同学 你们知道的 那画啥都随便了 画啥都行 好 这样搓搓搓 看到了吗 用一个珠中的笔 搓搓搓搓搓搓 就是把它的树搓出来 树的话呢 我先是很松散的搓 现在是很散 对吧 就感觉没有体积感 那开始要干嘛呢 开始就要有一些 越是靠近树杆里面的地方 你就多搓几下 因为它的树以团状 是种团的 越是靠近树杆的地方 它是越遮光性会比较强 所以它会形成一团一团的感觉 一坨一坨的感觉 就不会这么松散 越是树的轮廓 它就越松散 所以你是整体先把它 这种树的感觉搓出来之后 然后重点靠近大的树枝的中心区域 多搓 把它搓满 把它搓得黑一点 这样子我们树就会有树密关系 有树密关系 它就会有这种体积感 记住没有 记住的话 敲一 先是平着搓 然后尤其是这个树的轮廓 一定要稍微松散一点 你看松散 树的轮廓松散一点 好 慢慢的靠近树杆中间 你就要满一些 密一些 这样子它的体积感会更好 好 这边小树 小树 小树 搓完大树搓小树 小树的话就会更加松散一点 搓松散的地方 颜料相对的也是用的少一些 知道吧 你靠近越是松散一点的小树 越是这种颜色轻一点 碎一点的 我就颜料就用的少一点 你看旁边这个树 颜料就用的少一点 越是密集的地方 颜料就用的多一点 这个小树的话可以随意一点 这是搓 直接是搓 就很简单的一个搓的笔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就是搓 搓到你满意为止 搓到你觉得这个树的形状也挺好看 也还合适 是吧 那你就收 你就收笔 这是远处的小树 直接是黑色搓 这是搓 你们知道 我们的YP学员真的好优秀吗 刚刚说到的这个同学 他是大一的 学经济学的 然后自己在网上 就是从小就是学画画 但是没有走美术生这条道路 现在考上大学了 好不容易有点闲暇时间 他就自己过来学习 而且你们知道有多巧吗 我另外一个班 超学师采迁班的 超学师采迁班 有一个学生 有两个学生 一个学生呢 是福建 是福建一个高校大学的 经济学的一个老师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 也是这个学校 在这个学校读书 你们说巧不巧 这等于是那个大学的学生 跟老师 在一个班级群里面 一起学采迁 你们说这个世界 它小不小 但是我觉得 我们班上就觉得 哇 这个缘分真的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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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自然一点 好 继续 直接用黑色就好了 直接用黑色就好了 优化的学生呢 一般就是 整体素质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优化 你听我们的课 你就能感觉到 关于这种套路呀 或者招生啊 都不会说很让人讨厌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去 去分享呀 然后去给大家教一些知识 然后我们心态也比较好 也不常着捏着 也不玩套路 也不坑蒙拐骗 所以一般就喜欢这种 风格呀 或者说认可这种方式的人 相对来说 自我的一个认知 会比较的清晰一些 喜欢我们的人都是 我是觉得 个人素质方面 就会稍微的高一点 因为有一些人 他特别就喜欢那种 天天比如说 有一些那种课程 天天老师跟你说 同学我明天就涨价了 明年就要涨百分之多少的钱 然后你不学的话 这个现在不报名 就没名额啦 然后 然后哪个老师 什么什么什么班 什么什么 就是那种 特别需要 营销的东西 去招生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不一定是报课 这不一定是报课 直播间 是吧 你就说 东西没有了 没有了 还不下班就没了呀 不一定说是直播间 不一定说是卖课程 就有一些人 他就特别容易 被这种 冲动性消费 去买单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优化的学生就不 优化的学生相对是理性的 就觉得挺好的 确实挺需要的 然后也稍微对比一下 是吧 一看自己觉得 哎 挺好 也不会玩套路 也不会骗大家 就踏踏实实做专业 所以我们的学生整体 非常稳定 真的就有人信哦 就因为我平常 也会加一些微伤嘛 就比如说我最近怀孕 我就加了一个卖燕窝的 我也天天跟你说 明天涨价百分之多少 下一个月涨价 就是百分之多少多少 然后现在就是最低价 怎么怎么样 明年就要涨价了 真的天天发 我就想说 真的有人会买吗 你这涨价涨得这么随便 你说涨就涨 你像我们优化 你们了解我们优化的 顶多就是 我们已经说有六年了 你们看我们的这个涨价 会不会天天涨 我们说涨了 就绝对不会降 但是好像就是有人 会相信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很无解哦 我真的很无解 我就觉得一个市场控价 不稳定的品牌 绝对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觉得一个东西 一个品牌 一定是要靠质量 靠质量去吸引顾客 靠服务 靠好的口碑 好的成果去吸引客户的 不是靠那种花里胡哨的包装啊 花里胡哨的名头呀 有一些也是 动不动就是 什么什么名家 什么什么专家 是吧 什么什么特别有名的 什么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虚 我是个人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我买东西是很少会采坑 因为我我真的会货币三家 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 我觉得踏踏实实的卖家 他就是踏踏实实卖的 不会玩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好继续搓啊 你们继续搓 边给你们搓 就边给你们聊聊我的三观 我们优化就是靠这种踏踏实实的这种理念 去吸引到的学员 所以优化 相对来说运营成本不高 所以我们的课程也不会很贵 也不会说一个课目 一个课目要要很多很多很多钱 也不会 因为我们运营成本没有那么高 运营成本高是什么 如果说你不是靠这些踏踏实实的东西 去运营的话 那你就要把很多钱花到广告上面 然后花到提成上面 我要我要顾很多的销售 要顾很多的销售才能把东西卖出去 然后要扩大很多的流量 我要花很多钱做广告 把流量扩大 我才能够把这个钱给挣回来 那这个运营成本就会很高 而且服务的话呢 也会相对弱一些 所有的钱都花在去做广告 去做这种包装 外包装上去上面去了 那服务相对也就没那么好 但是中国哈 中国就是地多人多 反正坑一次骗一次 一次性消费的我也不怕 你不在我这消费了 我还有那么多十几一个人口呢 这几年你们没发现吗 就很多那种互联网割韭菜的那种 消费案例的事件 很多消费投诉的事件 割韭菜的特别多 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 我不怕你只消费一次 你消费一次 我还有其他的新的人 可以去坑去割韭菜 割完这个行业 我大不了把公司名字一改 我就去割其他行业 你像很多这种网红店啊 餐饮店啊就是这样 把广告做的十足了 你总得去吃一次是吧 吃完之后不吃第二次没关系 过两年名字一改 牌子一换 又换了一个招牌 又打广告又网红店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也从来不会去网红店 去消费去吃东西 因为我被网红店坑过太多次了 有没有同样经验的同学 网红店真的是吃东西 真的太坑了 你们到时候来长沙玩啊 有同学想到来长沙旅游的 想吃什么的 好吃的好玩的 你就找我啊 我给你推荐 网红店你就不要去 一去一个坑 想找好吃的好玩的 我给你推荐 好 又是搓 树的轮廓呢 就要搓的稍微的松散一些 是吧 好 越往里面的话呢 就要越密集一点 而且要注意好 它是有树有密的 它以团状成立的树多一点 这一团就黑一点 一般是什么 越靠近树枝主质干 它就越密 搓啊 尽量搓不要拖 因为一拖的话 它就没有那种 透着光的感觉了 一定要搓 一定是搓 小波罗你也是被坑过的是吗 尽量就是搓 不要拖啊 就搓 你这块颜色 比如说它是一块黑的 也是搓出来黑的 就搓 不要这样子画 这样画的话 就会把颜料给弄没 知道吧 因为我们油画 这种笔太太硬了 它会把颜料给脱掉 就会把颜料给弄没有 好 这边它会有一个主树干 主树干的话呢 我就是用大笔 先把主树干画出来一下 树干 通常的话就是用尼龙笔 那种大笔 因为尼龙笔 它线条会画的稍微的干脆 直接一些 这大树干 这里是有个大树干的 不画多了 它就这么一点 搓也可以理解为是点 就这样点 但是我觉得搓会更形象一点 因为我们的握笔姿势会有点倾斜 看到没有 是这样往上这样搓上去的 但是点的话呢 就是垂直的 点的话是这样垂直的 看到没有 垂直的话是点 我们更多的话是斜一点点运笔 所以是搓 或者说是这样拍 拍上去 我觉得搓会更形容一些 对 搓 这个搓 不是那个搓哈 那个 欣然提手旁一个叉 一个叉子的搓 这个你那个搓是这样的哈 这个是搓 这个是搓 这样是搓 然后我的这个搓是那个 怼上去 这个搓是哪个 就是搓一搓你 就是搓一搓你 这个搓哈 咱们这个学员真的太细心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啊 我们这学员太细心了 我这个搓是怎么写的 就两个搓不一样哈 就是怼上去的那个搓 就是不是这个搓也不是 就是这个搓 一个雨字旁 一个雨 下面一个柱 在旁边一个 一个歌 你们打一下 是这个搓 很形象 哎呦 我上个课真的是醉了 啊对对对美眉 美眉 哎呀 感谢我们美眉的及时就场 感谢感谢感谢 对是这个搓啊 他状态是不一样的哈 这个搓 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是这个搓 是不是就很形象了 就跟我的运比的比法 就很形象了 你没有感觉 是不是跟我的这个 就是运比的姿势 你就感觉很形象了 两个东西很像 对后面进来的同学 如果说是对于我们的 这个素材图呀 然后作品读感兴趣的同学 联系我们的唐唐老师 领取啊 也可以关注 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优化素材图 或者采迁素材图 就可以拿到我们相关的 这个素材 当然对于我们的课程感兴趣的同学呢 同样也是可以咨询我们的唐唐老师 或者夏天老师 优化23或者优化32都可以 找他们去 咨询课程报名 学习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根据你的个人的情况去设计课程 或者说选择课程的 你基础怎么样呢 适不适合学习啊 这都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果的 所以学习的话 不要盲目性的去报名 也不能说你想学啥你就学啥 一定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 让专业的老师帮你设计课程 这样子你才会更上一层楼 也不是向上运笔啊 因为这个运笔一定是多变的 你看这个树它是垂下来的 是吧 你看这边树叶垂下来 那我就是向下运笔啊 对吧 这边树叶垂下来 你看我就是向下运笔啊 这边树叶有垂下来的感觉吧 我就是向下运笔啊 然后这边树是往上涨的 我就向上运笔啊 这个运笔是根据你的画面形状来的 这种搓的方法就是比较费时间 因为你不能像个机器人一样 这样乱来哈 因为你搓的时候 你是要看它的形的 我是边搓边找形的 形是什么样的 我要根据形去调整的 所以搓的话不能乱来哈 它有形在变化的 我是根据形的走向 在调整我的运笔的 你不能说你越快 越好肯定不行的啊 一定要去调整形 大的方法就是说 树的轮廓就要松散一些 大的方法就是 树的轮廓松散一些 颜色浅一点 然后运笔的话呢 轻一点点 越是靠近树干的地方呢 颜色就是越深一些 也会这种黑色 也会密集一些 黑一些 你看越是靠近中心区域 颜色就越黑一些 这是大的方向 这棵树有点歪了哈 可能这里是有一棵 歪脖子树 主是越是靠近主树干 叶子就越大越密 越是靠近树叶的末梢 它的颜色就越浅 然后越淡越松 不能太黑 不能太密 这个画画你也是可以跟着家里小朋友 把你家里小朋友带上 跟你一起玩 很多时候画画就跟玩一样 真的 不用把它想得太紧张 或者想得太难 只要你方法对了 然后适当的练习 适当的纠正错误 很快是可以画出一张好的作品的 画画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的艰难 也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遥不可及 但是肯定是也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是多画画多练练就行的事情 因为很多老师都会说 大部分老师当给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你要多练练 能够解决的问题 通常基础练习阶段 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 老师都是有直接的方法帮你解决的 然后一旦到了一定的程度 或者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那你就是要多练了 所以如果说老师老跟你说 你要多练练 多练练 多练练 那就老师肯定有问题 你基础阶段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问题 老师都是能够直接给你解决的 是有绝对的精准的解决方法的 除非这个老师不会 或者说他不愿意教你 那他就会告诉你多练练 好 我就开始这边述画的差不多了 我就开始把它的火的形 我要开始来进行一下细化了 你看我这边就开始用黑色 把这个火的形要描出来了 火堆 火堆尖尖 有一个这种尖尖的感觉 把火堆的范围 一而再再三样的进行缩小 这个底下的这个黑色 肯定是还要再画一层的 这一层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等于是背景画完之后 就要开始准备画火了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画火咯 像目前这个画面的用色还是相对简单 一般小白的话也是能跟上的 用色比较简单 难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火 这个火肯定会难一点哦 肝糖 我这个手机没电了 就有1%的电了 公众号直播的这个手机 啊 关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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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机关机了 关机了 没电了 我看不到他们的弹幕 这个火是一定要流出来的 一定要流白的 不流白的话不好画 因为它黑色的底色的话 你到时候就红色画不上去 我们先来把火的颜色画了 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来观察一下 认真的观察一下 其实这个火 火焰越靠近火焰中心 颜色就越偏黄 越是靠近火焰外侧 它的颜色就稍微红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是不是 是的话敲个1 所以你找到这个逻辑之后 你在画这个火的时候 你就要讲究颜色的变化了 你在画这个火的时候 你就要讲究颜色的变化了 那我们就是要从外围的火的颜色 画到中心的火 外围火的颜色很明显 直接用橘红或者珠红或者大红 加少量的白 颜色会亮一点点 不会说那么艳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先是定一下位 你看这颜色 发现没有很难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底色是黑的 知道吧 所以你每画一笔就得干嘛 每画一笔就得调色 你们看到没有 我每画一笔就得调色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是因为你的 这个底色是黑的 不是留白的一个状态 所以画起来 你就会比较的辛苦 每画一笔就得调色 这是油画所特有的一个特性 特别特别特殊的一点 它这个外轮或形 也稍微有点画不准 那都没关系 你稍微有点形不准 颜色不准 就没关系的 你想怎么画怎么画 没有那么说 讲究到说 要跟这个火画的一样 先画外围的这个大红 大红加珠红 画火主要是你要感觉到 它那种灵动的轮廓 而不是说行非的一模一样 你知道吧 主要是感觉到 那种灵动的轮廓 以及它周边颜色的变化 就注意 因为油画它没干的这个特点 就是它还没干 所以油这个特点 就会导致你在上色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颜色轮廓 就是说跟黑色衔接的轮廓 它这个上色 它就会比上会粘一点 始终就会粘上一些黑色 那这个颜色 它不会很自然 所以你每画一笔 就要调一笔颜色 这个步骤是为了保证 你的上色变干净 你知道吧 能够保证你在上色的时候 尽可能的保证 你的颜色达到最干净的状态 我先是画这些红色的颜色 先是把这些大红 我能看到的所有的大红的颜色 画出来 好 靠近地面就开始用什么 用深红 上面就是偏橙色的红 下面这边就开始是偏 偏向于这种 深红 偏暗 偏紫 偏暗的这种红 它的光也会照到旁边的地上 是吧 也会照到旁边的地上一些 好 先把最外围这一层的红色画出来 记住好是最外围这一层的红色 旁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光 照不到周边 有一点这种光 照到周边 会让它有这种光芒感 那旁边也是画一点这种红色 就是周边 你看周边有一整种红光 照过来的感觉 好 这是它外围这一层的火 换完外围这一层的火 我们就整体把里面的那一层橙色的火 它比洗干净 这个是橙色的看到没有 橙黄色 橙色加黄 先暂时不要加白 白是最后加的 好 把它里面这一层的 大面积用笔 不要急 先把大色块画出来 把它里面这一层的火 表现出来 这是里面这一层的 它彩火的颜色呀 然后火的形状呀 我们待会再去修饰它 先是把它大的这种 火的颜色表现出来 至少说 我的火这么一看着 我就知道 它有外围火焰跟内围火焰 对吧 一看着我就知道 它是外围的还是内围的 整体状态 就是说里面是橙的 外面是红的 先不要去找那些细节 这样是比较清晰的吧 那你看我的运笔哈 我大概就是画的哪几笔 这个是要考验你的概括能力的 首先是这个扭扭它不好看 看到没有 这个扭扭不好看 然后我就给它改了 我把这个扭扭给它改成了一个什么 改成了一个这个 火焰的这种形状 这种形状好看一些 对不对 我这是改了的 然后整个下面 这边就是一个 这种各种S形扭的感觉 我就不抓住它这种扭的灵魂 所以它形什么样我不管 我就抓住它这个扭的灵魂 那这个扭的灵魂就中间颜色浅一点 外围颜色深一点 好你看 这有一笔比较强烈的 一笔这种亮色 画到这 好 外围这边有个小火焰 这么往上走 这个小火焰 我也留着它对吧 形体特征抓住 好 这边外围有个小火焰 这样伸出来 留着它 就是它的细节虽然说不像 但是它整体造型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好 这里有个亮的火焰 这一笔亮的就画到了这 然后这里有笔亮的 画到了这 这里有笔亮的 画到了这 能不能懂 能懂的话敲一个6 你不用跟它画的一模一样 但是它整体特征我还是有的 就是它的大概形体 哪边搓出来一根 哪边能搓出来一根 大概的明暗 是吧 都是有的 稍微做一下形体上的美化 好 做完形体上的美化之后 我就开始干嘛呢 哎呀 不行 我感觉我得休息了 我现在我载替的 我肚子有点痛 我今天就是把它这个基础色调做完 做完之后 我们下一节课塑造 我感觉我得下课了 我肚子有点痛 因为孕妇的话 最常不能做超过一个小时 前面孕中期的话就还好 有的时候一上课两三个小时不动 但是现在慢慢的是孕晚期了 孕晚期了 就有点扛不住 就是它动得我痛 是做太久了 好 一般是我还有两个步骤 一般是把底色谱完 底色不完的话呢 我就会把它的这个 木棍柴火的颜色 把柴火的颜色化了 还要把柴火的颜色化了 把柴火的颜色化了 再挤一点黑色 你看我们油画颜色 真的就是用多少挤多少 你们私底下画的时候 千万不要浪费颜料 我们下一节课就下周三好 还是下一周的今天 应该是晚上 晚上上课 下一周画完的话 应该就是过年了 下一周画完应该就是过年了 下一周 黑色 黑色 橙黑色 这边就是橙黑色 柴火的颜色就是橙黑色 先是大笔处 你看先是大笔处 大笔处把它这个柴火 木棍的颜色化了 这就是大的运笔 到时候这个柴火 肯定还要塑造的 先是大运笔 把这个柴火挡在前面 给它挡着 好你看我平着这样下来 笔的话 通过你的运笔 是可以控制笔处大小的 你看我这是平着下来 这个就有大概一厘米多宽 是吧 这是我平着下来看到 平着下来 好马上就要画细的木头 你看 斜着往上走 看到没有 斜着往上走 这个木头就小一些了 发现没 画画它是 可以控制运笔 去达到 控制它的大小的 把这个黑木头 一挡在前面 是不是就更加有那种 燃烧的感觉了 好这里还有一块小木头 遮挡在上面 木头遮挡这种关系 一定要画好 你可以主观 这个是可以主观处理一下的 因为它这边木头的 遮挡关系不是很强烈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这个木头 我们到时候那个地面 就是参考这张图吧 地面的这种木头画的 更加的 更加的形象一些 真的有那种柴火堆 堆到一起的感觉 这都是有方法的 参考一下 好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根这种 斜着的小木头 这种木头 这种木头都很重要的 好 还有一根 这个木头 你后面可以遮挡住 但是你先把它的形定到吧 好 这里的话 这会有一大根 好 中间 又会有一小根 木头的位置 要大概定一下 这是肯定的 这必须要做的 后面也有 小木头 先是把木头的这种感觉 画出来 后面是还要塑造的 我这边 我主动稍微加了几根 就参考一下 上面这个素材图 好 这是木头 木头直接就是用大笔处去画 不用怕 后面还有点塑造 什么是塑造呢 就是我们像这个木头 你看 其实它受光的面 这个地方 它还会有一些这种激励感 对不对 这个面 看到没有 那这些都是要塑造出来的 这边我们后面再重点塑造 先是把它的造型找一下 这是一个步骤 把这个造型 找一下之后 开始干嘛呢 要开始 为下一步步骤 做打算 另外 就因为我现在画的这个轮廓 它是非常的 非常的 卡得很死的 所以你要拿羊毛笔 轻轻地开始把这个 火焰轮廓先进行柔和 这样子你下一步塑造的时候 才好塑造 就让你的火焰 有那种虚化的焰火感 这个也是靠羊毛笔这样柔和虚化的 它可以画出那种火 有那种烟雾的感觉 有吗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个一 这是为下一步做打算 你下一步 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塑造 你的火就会更好化一些 主要是柔和一下它的外围轮廓 为你下一步做细节的塑造 它会更好塑造一些 包括柴火旁边也是 柴火旁边你看 柴火旁边 刚刚这个树像笔触 也是画完之后扫一下 有没有感觉这个柴火 就更加有木炭感了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个一 这就是方法 这就是技巧 是不是开始有火的感觉了 只是说火的感觉 还不是很强烈 等到下一节课 我们再来塑造 是不是 有没有 有没有一堆火的感觉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上面之前 这个背景的笔触 有点太过于强烈了 我就稍微的 再稍微扫一下 这个黑色背景 肯定还要画第二遍颜色的 因为这个黑色背景 它颜色我用的是 我这个颜色用到的是 用到的是下压黑 下压黑的话 它颜色的话 是有一定的遮挡性 遮挡性不是很强 就是透明度有点高 效果不是很好 好 那做完这个步骤之后 我们后面塑造就好 塑造了知道吧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把它的这个虚化 那等于是我们一个底子 做得很好了 下一节课就是要塑造火 下一节课 重点把火塑造的精致一些 我们今天暂时就画到这里了好吗 因为我怀着孕 现在已经七个月大了 做久了的话 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能给大家 连续画太久 下一节课上完课之后 也可以作为最后一个年关收尾 好好地给大家塑造一下这个火 然后下一节课 你们对于我们课程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详细地咨询我 今天的话我就不做课程介绍了 公开课除了要分享知识 教会大家之外 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我们好的课程 宣传给大家 广而告知 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又有这个意向的话呢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专业班级来学习 今天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不懂的 就找科夫老师 又画二三或者又画三二 找他们进行详细地了解跟咨询 我下一节课的话 就是把这个画再画完 然后再跟大家好好唠一唠 关于我们专业学习系统学习的事情 好吗 好的话敲一个一 我们就下课啦 拜拜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 可以问我现在 我留出几分钟回答一下大家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 最后就是在咱们今年年末的时候 祝大家红红活活 大家过年平平安安 然后用这一堆火把咱们的疫情 把咱们的美运都给烧没了 好不好 好 拜拜 拜拜